像华强,第一次认识像华强是周润发周星期赌神,赌圣里面的龙母形象,那个时候看他相战打击,真的是一个硬看。 演戏也是非常的好,半路出家的他都比现在某大学出来的演技要好。 起初以为他只是一个演员,谁知道他居然是影视界的大哥。 是许多娱乐经纪公司的老板。 而像华强有这样的魄力,主要是因为他爸爸曾经是帮会帮主。 有很广的人脉,像华强山能这样在香港顺风顺水。 像华强妻子陈兰年轻的时候,美貌能力相并存,香港电影大姐大。 当年刘德华濒临破产,全部人都跑了。 只有陈兰直接拿出四千万,线条都不打,直接给了华仔。 放言,我相信华仔的能力能把事情处理好。 陈兰为向华强生了两个儿子,名字也非常的有趣。 向左向右,哥是向左。 大家都认识。 现在被爸妈一直在往娱乐圈推,虽然红不起来, 但是身份也十分让人惧怕。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捅为向华强的儿子境遇却截然不同。 想必大家对于向华强是不陌生的吧。 多多少少是有听过他的事迹的。 作为香港娱乐圈的龙头老大,那势力自然没话说。 今天主要讲他的两个儿子,向左和向右。 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向华强的两个儿子向左向右。 向华强在香港娱乐圈的势力,就不细说了。 他有三个孩子。 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 大儿子向左。 二儿子叫向右。 是向华强与陈兰所生。 向左本名叫向展平。 向右的本名向展凡。 女儿向永恒是是向华强和前妻丁佩所生。 向永恒真名叫向军灵。 向左和向右其实小的时候,是长得差不多的。 要说起来哥哥向左,还比弟弟向右胖一点。 后来怎么发生了什么伤,导致这么大的变化呢? 哥哥向左,长大后体重也是达到240斤的胖子。 后来他喜欢健身,喜欢功夫,便开始了刻苦的健身锻炼。 一路练成了八块腹肌,满身的肌肉。 向左一上来就拉丑狠,主动冲进去人堆里,引起大家一阵集体攻击。 向左第一波就把优势浪费了。 这个游戏就是能忍活得久,得色死得快。 如果baby跟向左了能忍一忍先找人结盟,肯定不会第一个被撕。 弟弟向右,从小到大就是正常富二代的样子,胖得很圆润。 现在出席各种商业活动,向华强一般都喜欢带着向左。 有面子,向华强也为向左进军娱乐圈铺路,先让他赶礼连结的戏里出演配角。 在过原甲中饰演秦爷的前儿子,在投名壮饰演一名山匪。 其实主要是后天的努力,后来向左努力健身,摆脱了一身的肥肉,而且还有八块腹肌。 而弟弟向右却随遇而安导致一直都没有瘦下来。 现在向左德在事业上,也父亲的帮助如日中天,而弟弟向右却默默无闻。 而弟弟向右,却沉迷于富二的生活,出去外面总是叫嚣,知道我是谁吗? 到时候你就给我等住。 因为经常恐吓还打人,所以有过几次被送往警察局,可以说是烂泥扶不上墙。 所以每次大家在迎母合照中,基本都是这样的。 导致大家都以为向华强只有向左一个儿子,其实向华强有两个儿一女,与前妻还生了一个女儿叫向永恒。 而向左估计就是向华强最看重的一个儿子,向左会继承向华强的大业。 向左在看他那么多电影,还有爸爸。